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麻油肌 花生猪嚼 或是魚湯 坐月子進補OK 但是你要適量 坐月子的時候 它進補的過量 所以導致它的體重一直無法消去 進補是希望可以 去含補血氣 那例如說麻油肌 然後花生豬腳 杜仲湯 或是魚湯 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讓你 排二路嘛 然後讓你組織收腹 這些補品對身體都是有幫助的 可是可能就要注意說 很多補品它裡面加的都是一些 高油脂的內臟類 或是堅果類 所以你在進補的時候 你要適量不要過多 這樣子的話其實進補就沒有什麼問題 不正確的減重方式 例如說斷食減肥法 或是說極低熱量的飲食法 會容易造成溜溜球效應 就是你減去的體重 大部分都是肌肉組織跟水分 不飲食之後你的體重就突然就彈回來 那那個增加的其實是你的脂肪 所以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減重方法 你都已經在補乳了 你就應該要均衡飲食 能夠順利的產出營養的 乳汁給你的寶寶 現代的產後坐月子啊 它其實最主要就是 將求飲食清淡均衡 選擇好消化好吸收 多樣化的食物來源 含咖啡因的濃茶跟咖啡因 因為它不利於鈣質跟鐵質的吸收 所以我們要盡量的減少 空調用酒的部分 就是要等到惡露排完 然後箱口修復好了 我們再加入一些烹用酒 這樣子才不會造成傷口發炎 最重要的很重的就是 坐月子進步OK 但是你要適量 這樣才不會造成產後的肥胖 或是造成鞋子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產前跟產後 你只要有任何營養的問題 你都可以去找你的產檢醫師跟營養師去做討論 我會想吃吃第二個啊 我們有自己畫的 小沒有小 你好嗎 你好嗎 小營養師 好香喔 是你又有一個小物 是你又有一個小物 你又有一個小物 是你又有小物